另外再来关心日前在肯亚涉嫌电信诈骗案的40名嫌犯 其中5名台湾人已经在当地的法庭获判无罪了 而且法官也明确的指出需要遣返回台湾 原本我方驻南非代表陈忠 今天就要和陆方谈判 不过却传出肯亚警方受到陆方的压力在今天清晨 陆方已经派了专机卢走5个人 外交部陆委会同时发表声明表示抗议 而外交部的亚非司长更是直批陆方的行为 根本就是蛮横无力 涉嫌在肯亚电信诈骑的嫌犯 遭判无罪的5名台人原本可以遣送回国 但陆方持不放手 两岸在肯亚直接上演抢人作战 南非的代表大致成功 跟警务民就跟着球车就跟到警察局 但是呢就被非常粗暴 和野蛮的就把他们的赶走了 我们对肯亚表达相当严正的一个抗议 不止不满对陆方直接掳人 外交部也感到错愕 因为原本外交部还喜滋滋 交由驻南非代表城中居中协调 陆方也答应谈判 但陆方专机却在台湾时间8号清晨4点半 将5名台人全部掳走 让官方完全措手不及 台湾的民意的一个反弹 真的他都不想稍微顾及一下 蔡英文政府应该要及时的 跟大陆方来进行磋商 如此严重的伤害台湾人民情感 那么我们表达高度的遗憾 朝野同声踏伐 不过很明显陆方早已不甩 过去两岸协议事项 肯亚案战火在起 陆方表面是借由诈骗案抢掳人 但罪庸之意也刻意在对 我方政府施压 这似乎也象征蔡英文在上任后 面对两岸难题 该和平还是合作之下的外交选择题 欢迎新闻林志鹏 蔡英伦台北采访报道